大家好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道传统名菜 清炖狮子头的做法 味道鲜香 肉丸口感松软鲜嫩 鲜嫩好吃还没有腥味 先泡葱姜水 碗里加入切好的葱姜 加入一个捏碎的八角 加点花椒 再加入开水进去浸泡一会 然后准备一块新鲜的猪肉 新鲜肉全部切成小块 再将切好的肉块全部剁得碎一些 这个肉馅呢 不需要剁得太碎 最后将肉馅剁成这样 有些颗粒状的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剁好的肉馅装入盆里面 再往盆里加入盐调味 加点鸡精 加入白胡椒粉进去搅拌 将肉馅和调料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再分次往盆里 加入葱姜水进去 用筷子朝同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让肉馅把调料水都吸收进去 这种肉馅把调料水都吸收进去后 到时候做出来的狮子头才更加的鲜嫩好吃 然后用手抓着肉馅摔打几分钟 最后将肉馅搅拌上进 搅拌到这种程度 用筷子调起肉馅 肉馅不容易掉下来就可以了 再准备半个莲藕切成小块 最后全部剁的碎一些 剁好的莲藕丁装入馅盆里面 用筷子搅拌均匀 装上盆里 加入两勺玉米淀粉进去搅拌 这里加淀粉呢 可以让莲藕和肉馅充分的粘合在一起 不会出现粒粒分明的状态 然后在手上磨点油 抓一小把的肉馅团起来 再用两手这样来回的颠一颠 将肉馅团的紧实一些 盘好的肉丸放在盘里 下来锅里水烧开后 把丸子一个一个放进锅里面煮 先不用盖锅盖 直接开大火煮开 大火煮开后 把锅里的浮沫捞出来 然后往锅里加入葱段和生姜片 盖锅盖 转做一小火炖一个小时 炖一个小时后 把锅里的葱姜调出来不用 然后往锅里加入盐调味 盖锅盖继续小火炖二十分钟 另一个锅里烧水 把提前洗干净的小青菜 放进开水锅里烫一下 这会儿锅里的肉丸也炖好了 再往锅里扫一把枸杞进去烫一下 然后关火盖入盆里面 最后加入烫好的小青菜就可以了 好了 咱们这个清炖狮子猴就做好了 味道非常的鲜香 清淡营养又美味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丸 肉丸非常的松软 不仅虾浓好吃 吃着一点也不油腻 而且还没有任何的腥味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